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根據英國《衛報》報道所說 有一名毛特爾 跑了出來大爆特朗普的性醜聞 究竟特朗普還有什麼醜聞給你爆呢? 如果要爆 照計2016年的選舉已經爆乾爆炸 還有東西爆 原來這一名毛特爾大爆 說特朗普在97年的時候 就對他上下其手 但是他所說的內容 根本上是極度騎 完全是不合情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名毛特爾的名字叫做Amy Doris 她宣稱事發日期是97年9月5日 當年這位Amy Doris 只有24歲 青春笑額 她當時的男朋友 剛好是特朗普的老友 在那一天 她的男朋友 把她從佛羅里達州 帶到紐約 她說 欣賞一場美國網球公開賽 Amy Doris 的憶述 說特朗普在私人包廂的廁所外邊 跟她搭散 接下來就來了 大家判斷一下 究竟她說的事有沒有道理 她說特朗普不顧她的反抗 強行把腿伸入她喉嚨 更加緊觸和摸騙她的屁股 背部等等 這個Amy Doris 請問是否當自己在拍療齋 那麼多事 不要伸出新的腿 進入她喉嚨 而且特朗普的腿 到底有沒有那麼長呢 哈哈哈哈 伸出新的腿 怎麼能伸出新的腿 進入你喉嚨 作為一個男人 如果她真的要對你進行 不知道什麼行為 要伸也不是伸出新的腿 進入你喉嚨 說出來根本也不合理 這些事情是老作的 堅定留的 有沒有證據呢? 沒有證據的 現在純粹是Amy Doris 出來指控 然後報紙就登出來了 不知道還以為她在說鬼故事 她還指控特朗普 怎樣摸她的膝蓋 摸背部等等 我認為 當你要指控一個人 干犯了一些這樣的行為的時候 最好就是要拿出證據來 你要說服市民相信 如果不是隨便把婆婆弄出來 說特朗普動作就行了 你要有證據 你又沒有證據 而且還有疑點 她自己也說到 當時她看網球公開賽 是她男朋友都在場 為什麼當時她不告訴男朋友呢? 她原來後來有提到的 她有要求她男朋友 轉達給特朗普 說叫她不要打擾 這真是奇怪了 你男朋友也差了一點 是不是? 明知道特朗普這樣來 無手無腳摸身摸細 竟然間職場還不炒蝦拆蟹嗎? 這麼大頂帽子 如果這樣也能忍受到 你那個男朋友也不是男人 真是浪費了 這個人還說到 事後立即通知了她媽媽和一個朋友 而這麼多年以來 也有將這件事件 向心理醫生分享 既然說到自己這麼鬱結 我又有另一個疑點想提出 特朗普早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走出來競選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年一樣有幾個女星走出來 說特朗普怎樣摸她們 別人一樣當選 為什麼當時Amy Doris 不出來指證特朗普呢? 現在又再走出來說 她有解釋的 大家聽聽她的原因合不合理 她說自己的女兒就快13歲了 她想讓女兒知道 不能讓任何人 對她做出一些違反自己意願的事 她想成為她的女兒的榜樣 讓她的女兒看到她自己沒有沉默 而是勇於對抗那些乾犯惡行的人 大家能否接受到這個原因呢? 我就真是樹難接受了 她鬥完一大輪 其實也是想說 四年之前她的女兒只有9歲 那就無謂說了 但我真是想質疑你 當時你女兒只有13歲 那你說這些給她聽 又合適嗎? 這些東西是貪興鄉嗎? 還是純粹為了走出來打擊特朗普呢? 但我也有一件事很質疑 這些東西如果能打擊特朗普 四年前就已經打擊了 不用等到現在才拿出來說 其實這件事也能反映得到 根本上特朗普 就已經再沒有任何醜聞 可以拿出來被人爆發了 連咸豐年不知有沒有發生過的事情都搬出來了 而且說來說去都是口同備咬的事情 經常說別人摸你 現在還瘋得把舌頭伸進他的喉嚨 有沒有一些新鮮的東西? 選民四年前都消化了 這些無謂的事 真是沒眼看 眼淹 接著我們再看看美國另一宗消息 就是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Tom Tiffany 提出了一項決議案 他呼籲美國要恢復和台灣的正式邦交 並且終止過時的一宗政策 他在這個共同決議案當中 呼籲特朗普 要改為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並且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以及其他美國具有會員身份的國際組織 並且要和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實行這個名為共同決議案的東西 實行是沒有法律約束力 只需要分別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 而無需得到總統的簽署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純粹是一個表態作用 雖然他沒有法律約束力 但這個提案仍然有兩件事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第一 就是這個提案是證實得到 昨天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和台方人員共進午餐的時候 說到美國挺台灣重返聯合國的 證明得到這個說法並不是他的個人意見 而是在代表官方立場 雖然美國國務院沒有正式地說 但是美國駐聯大使說完之後 現在共和黨籍的眾議員又提出這個議案 而是沒有任何美國高級官員走出來否定這個說法 那就可以視之為一個官方立場了 所以這個十月驚奇就真的可能很驚奇也不定了 現在這樣下體下去的時候 好了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民主黨的取態是值得留意了 因為在較早之前 民主黨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就在黨綱裡刪除了一中原則 當時已經引起了大陸方面的批評 好了 現在既然你刪除了一中原則 又有一個共和黨籍的眾議員走出來提案 那到底民主黨對於這個議案 他是會投甚麼票呢 是贊成反對還是棄權呢 到底會不會是跟他們的黨綱吻合呢 還是說一套做一套呢 這個Tom Tiffany的提案 正好就是一面鏡子 照出了民主黨 究竟他們的所謂對華政策是堅定留的 這件事就重要了 我相信這個提案真正的目的都是這樣 因為正如這位Tom Tiffany所說 美台在79年斷交的時候 都是時任總統卡特決定 他拍板就可以了 當年也是沒有取得國會的同意 因為這是美國總統的權限 所以你說現在 就算美台怎樣的關係也好 其實是不需要取得國會的同意的 特朗普決定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他作出這個提案 無非就是要做一個政治表態而已 而且不僅是共和黨做的 其實共和黨也不用做的了 他們都已經是表態了 現在我相信他就是在夾著民主黨而已 我想這是真正的目的 當然大陸方面肯定是會被激到紮紮跳 最後我想說一下 總統大選民意調查的參考價值 實際上現在有多份的民意調查出爐 都是說拜登領先特朗普 大概是5-6%左右 唯獨是有一份 就說已經出現了一個黃金交叉 特朗普是反超前拜登 但是那個只有一份而已 由於這些民調 他是在全國範圍裏面做的 正正就是因為全國範圍去做 那個偏差就會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有兩個深藍的大州 分別就是加州和紐約州 加州人口是3900萬 紐約州人口是1900萬 這裏加起來的選舉人票 就已經有84張了 這兩個州 拜登是代顏的 當然你說這個民主黨有這個深藍州 一樣都有些深紅州的共和黨 但是那些深紅州選舉人票 相對來說少很多 所以 如果去計算普選票 特朗普就算今屆也很大機會落後 但是美國的選舉制度是計算選舉人票的 所以在那些搖擺州份做的民意調查 參考價值就相對高一些了 而在那六個搖擺州份當中 其實特朗普就已經是急起直追了 因為他一直做了很多的公職 甚至乎昨天又有一個新消息出來 說特朗普準備宣布 再有兩個阿拉伯國家 是會跟以色列大和解的 這些就已經是在外交上的封石成果了 就已經是對批評他搞單邊主義的人 刮了一巴掌 甚至乎美國那些左膠 那些媒體都無話可說 為什麼這些封攻偉跡 又不見他們大肆鋪張呢 奇怪了 所以總的來說 在全國範圍裏面做的民調 參考價值就真是頑皮 更何況就是 支持共和黨和支持特朗普的選民 隱藏自己投票傾向的比例 比支持民主黨和支持拜登的選民 所以如果全國範圍領先的5%到6% 就不是足夠賢勝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